大家好,我是老何 今天来喝香哥里拉啤酒的第二款 松感 这也是香哥里拉啤酒的第一款酒 松感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奔跑 昨天喝的那款胖卓马呢 口感有点发酸发色 然后今天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 发现很多人对它的评价都是说有点发酸 发色的感觉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 添加了青柯的这种啤酒 确实跟普通的啤酒是有一些区别的 它的口感就是稍微的有一点酸涩的感觉 所以那个是正常的 只不过是因为老何之前没有喝过青柯酿造的啤酒 所以误解了对它的口感 今天来试试这个吧 松感 这是一款拉阁 它的原料也是水麦芽青柯和啤酒花 酒精度5.2度 原麦中度12.5度 这个参数在拉阁里头来说呢 还是相当可以的 它的这些工艺啊 都是在就是德国的工艺吧 5.2的酒精度确实不低 哇 这种 琥珀色 嗯 这个麦香味就很浓郁了 闻起来的 这种香味还是可以的 确实啊 也是跟胖竹马一样 稍微的有一点点那个酸涩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然后拉阁的那种特征还是表现的很明显的 入口的那种清爽度 沙口感还都很不错 酒铁的颜色稍微有点深啊 比想象中的那种拉阁的颜色要深 呈现了这种琥珀色 泡沫很快就消散了啊 基本上没有酒精感 不像是5.2的酒精度那种感觉 这个 它压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冷藏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 这个温度只有 4到5度吧 所以 对它的那个酒精感没有那么强烈 而且喝起来的那个感觉还是很不错 好 跟我之前喝的一款那个百丽王的拉阁 很相似 口感很相似 只不过它的那个酸涩感要偏多一点 没有什么太过于出众的地方吧 只不过作为一款没有添加了乱七八糟原料的 德式的这个拉阁来说呢 还是很不错的 适合大口大口的来喝 没问题 但是一定要控制量 因为5.2的酒精度到了后面 你会发现越来越难受 还行 在意料当中的一款酒 来自香格里拉的松感 也是香格里拉的第一款啤酒 感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添加了清科的这种拉阁啤酒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